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赛人们会打磨铁器 可以制作非常锋利的弓箭 同时也饲养猎犬 猎犬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找到敌人的位置和通胞 猎犬十分的听话 紧跟在马赛人的身后 马赛人拿起自制的长矛和砍刀 老虎十分的害怕 瑟瑟发抖 最后选择了上树躲避 并没有攻击这群水牛 因为长时间在野外与动物合斗 马赛人的身上充满了肌肉 老虎根本不是对手 而落单的马赛人也遭到了动物的偷袭 身受重伤 马赛人们十分的心痛 势必要为同伴报仇 他们派出了部落中所有的人 到处找寻猎物的踪迹 马赛人羞勇善战 利用长矛 找到了攻击同伴的老虎 并且把他杀掉 以示警惕 成功的为同伴报仇 马赛人只选胜利 鳄鱼在水池中抓住了一条蟒蛇 直接张开大嘴将它吞入了肚子里 蟒蛇也属于蛇类体型中最为庞大的一种 成年的蟒蛇体长可以达到5米多 双方在水中发生战斗 像视频中这样 蟒蛇如果狩猎几型较小的鳄鱼 根本不在话下 而且蛇类进食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喜欢将猎物一整个吞进肚子里 不管猎物有多大 都可以完整地吞进去 蟒蛇的进攻 首先将敌人活活地勒死 让敌人窒息而亡 紧接着张开大嘴 一整个吞入肚子里 这只辱小的鳄鱼也没能逃过蟒蛇的狩猎 蟒蛇与鳄鱼的战斗呢 双方各有胜负 像是这里虽然蟒蛇缠住了鳄鱼 但鳄鱼也用自己的嘴巴咬住了蟒蛇的身体 蟒蛇的表皮还是比较厚重的 更何况蟒蛇在体肠方面占有优势 没有想到我如此大的鳄鱼 蟒蛇都能一整个吞进肚子里 现在蟒蛇的肚子已经变得非常的圆润 经过很长时间的吞噬 蟒蛇终于成功地将鳄鱼吞进了肚子里 而这条鳄鱼到死 嘴里都咬着蟒蛇 按一般情况来说 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毕竟蟒蛇长时间生活在陆地上 蟒蛇也发现了鳄鱼的靠近 他飞速地向岸上逃跑 在岸上蟒蛇的行进速度也算是比较快的 像是蟒蛇面对体型如此大的尼罗厄时 就丝毫不占有优势 鳄鱼可以轻易地狡断蟒蛇的身体 双方战斗各有胜负十分的精彩 这群青年正在野外打磨着自己的武器 他们就是生活在非洲的原始部落村民 他们还需要利用自制的长矛和弓箭 抵御入侵的野生动物 可以看到他们连一个像样的锤子都没有 生活真的十分艰难 猎豹突然窜了出来 惊吓到了正在睡梦中的猎犬 猎犬发出嚎叫 呼叫着部落中的人前来 部落里面的人拿上武器 拿起了弓箭和长矛 向这边飞奔而来 猎豹也自知 自己比较危险 选择了撤退 根据地上的脚印 人们抓捕这只猎豹 猎豹不愧是自然界中比较聪明的动物 它直接爬到了树顶 躲避攻击 人们拉开弓箭 但是猎豹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埋伏在草丛中的人们早已暴露 猎豹也自知 应该向哪个方向逃跑 如果与人直接发生战斗 猎豹根本不是对手 毕竟人们有十分锋利的武器 这些长矛的锋利程度 可以轻松地刺穿猎豹 猎豹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只能靠偷袭来获得食物 但是呢 毕竟人们的防护措施还是比较好的 猎豹的偷袭都没能成功 反而也使得自己有一些受伤 人们放出猎犬 猎犬紧跟在猎豹的身后 猎豹行动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他逃跑的途中 遇到了一个人类布置的铁网 猎豹被困在了这里 猎豹疯狂地撕咬 猎豹只能强忍剧痛 钻过铁网 才能得以逃生 猎豹现在已经浑身是伤 人们满载而归 猎豹钻过铁网 但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倒在了地上 经过了长时间的恢复 猎豹才获得起力 能够站起来行进 人们大获全胜 不愧是这片大草原上的保护神 真的名不虚传 狮子正在草原上面散步 同时也在寻找着今天的食物 猎豹 此刻正在野外寻找食物 同时也在陪伴自己又在玩耍 这样猎豹也瞬间成为了狮子想要狩猎的目标 狮子发现了猎豬的洞穴 准备钻进洞穴里狩猎 猎豬十分害怕 就这样静悄悄躲在洞穴深处 洞穴的口还是较小 狮子一时间钻不进去 他只能在外面跑土 准备将洞穴扩大 自己好能钻进去抓捕游主 在草丛里似有羚羊 这只愚蠢的羚羊 竟然把头插进了土堆里 看来这样的方式 并不能避免狮子对他的进攻 反而给了狮子一定的机会 狮子也借机成功的狩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